第五人格金华二已经开启 金华二背景是由守夜人双生子的身份衍生的 兄弟两个命运截然不同 在宝箱中还有很多蓝皮 他们也担任着重要角色 金华宝箱中有五件主题蓝皮 其中就有一套新幻组合的 其中心理学家的是真选者 病患的则是试炼者 两件皮肤的卡面上写着背景故事 心理学家应该是掌管救国王高塔钥匙的守门人 他将高塔大门打开 放手夜人一行人进去 心理这样做的理由是 希望能废除贵族和奴隶的通婚限制 而病患的则说他与其他贵族不同 囚守夜人不要伤害他 这就说明病患是奴隶 心理学家想与他成婚 才背叛了救国王 之前的金华宝箱中 有很多心患组合的蓝皮 均是相同造型的情侣装扮 但这次他们并没有穿情侣装 策划也是第一次这样设计 两人并不是一个社会阶级的 贵族和奴隶衣着肯定有区别 所以病患穿着一身红色服装 皮肤模型改动不大 与初始时装并未区别 不过在病患的胸前 有一个狼族徽章 加上红色衣服 与守夜人和机械师皮肤一致 病患应该是早已加入叛军 目的就是保心理学家一命 心理学家的蓝皮真选者 同样未改动造型 但策划加入了金色纹饰 使得皮肤更显高级 心里穿着白色上衣 衣服上有金色的纹路 裙子则换成了暗紫色 上面同样有象征太阳的花纹 暗示她是阶级更高的贵族 除了衣服上的金纹之外 她的脸颊也有经脉 根据玩家视角呈现不同光泽 心理的发色改动比较大 并且加入了渐变设计 心患为了深爱的人打破 固有枷锁 两人双向奔赴 给玩家撒糖 虽然这次并不是情侣装 但依然改变不了 他们情侣的关系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对情侣的下一套皮肤吧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对象吗